拿起锤头敲向板筋 整洁明亮的空间 有别于一般大众 对于黑手工作的刻板印象 汽车科就是 很多都是修机车跟汽车 然后是看到这个学校 有特色课程板筋 然后又有学喷漆 所以我就选择这里 我觉得对象学会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重要 不然大家都学一样 所以出去外面没工作 希望就是能做到 那个比较好一点的车厂上面 去学他们的板筋技术 然后在里面工作这样子 我觉得技术其实蛮难的 所以我想要好好的 往这个方面发展下去 南墙工商汽车科 多年来专研汽车板筋 及车辆涂装课程 培育不少人才 尤其在全国技能汽车板筋 项目当中屡创佳基 2019年更在俄罗斯 国际技能竞赛当中获得银牌 新北市教育局就与南墙工商 合作成立汽车维板筋旗舰中心 整合了国中高中大专院校 相关系所以及汽车企业 为汽车修复人才培育 开启崭新的里程碑 不管是我们的产业界 还有我们的科大 以及往下的国中 我们这样一条边的方式 让孩子可以在技术领域的培养是不中断的 我们这个维板筋的技术人才的培育课程 是希望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 给我们台湾的一个产业 如果分业界技师 我们预备对外开放 科技日新月异让课程符合产业 降低产学落差 不仅协助学子 可以顺利衔接职场 也为汽车修复产业带来新的契机 也是新闻怎么的许家荣 新北市采访报道